大家好,我是小熊多拉,安全教育开始咯! 为什么儿童不能玩爆竹? 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啊,烟花爆竹基本上是必不可少的, 但是小朋友们也可以玩吗?其实是不行的。 因为儿童放鞭炮不但容易炸伤眼睛,而且容易造成拼力下降, 这往往会被忽视。 据有关资料说明,随意选择315名小学生用拼力计进行拼力测验, 结果32名都有拼力障碍,男多于女,相当于受减人数的10%, 发现其中大多数从4到5岁就开始玩鞭炮放鞭炮的多少与拼力损害程度成正比。 尤其是爱玩想炮的儿童,往往是受害对象。 而且啊,鞭炮拥有强大的突发性和阵发性噪声, 产生的冲击波会使小朋友娇嫩的骨膜发生强烈震颤, 甚至造成耳膜窗孔,致使外耳、中耳、内耳产生严重的损伤, 引起不可恢复的噪声性耳鸣、耳聋。 小朋友们,记住了吗?